不能扶他 他过来咬我一口 他反说是我撞他的 他反说是我 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真劝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接受这样的观念 往上到处再传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法的事增多 爱心就减少 这个事情不能干 过去你们哪有爱心的 这个事情不能干 你看现在这个地方 都是特地被爆出来 是不是被爆倒出来 都是特地才会被爆倒出来 我们基督徒 神的儿女 我鼓励大家 不要因为这些特地 我们的爱心就减少 那万一我帮到他 多半他不会烦恼 多半他不会告我 万一他真的告我怎么办 有一个大学教授 周孝珍是哪个大学 人民大学教授 周孝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应该不是我不知道 我很喜欢他的答案 他说你就认倒霉 哎哟我听了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释放 他说你要知道 当你做的这个事情 你的爱心出来 但是倒霉 我就是少数的案子 他说这个社会就会改变 基督徒不就是在找倒霉吗 当然我们不是无知的倒霉 我们是盼望改变这个社会的倒霉 我们是盼望神的国度降临的倒霉 我们是盼望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国子 能够彰显出来的倒霉 以前有位弟兄在我们当中 美国弟兄很有名 帕巴达这么高 他服侍很多中国学生 有一次一个中国学生说 帕巴达你送我到比特币机场 好 他把很多事情放下就送他去 旁边一个中国同学会的说 你不能送他 他在利用你 很多人会 尤其我们这个背景的 你一个善人 好 我知道 不知道还好 知道 好 他把那种说 我愿意被他利用 哎哟 这话听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反应 第三个人出现叫撒玛利亚人 这个撒玛利亚人 来到那里 看见了 就动了慈心 动了怜悯的心 他不是要去圣殿服侍 他是旅行经过那里 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意思 你听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敌对了 那我用今天的环境来讲 就是当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说 我们有一位弟兄在停车 在这个酒街 这个修路的那里 然后就出了车祸 然后我们 我们的牧师经过 他不管他从旁边走过去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 有一位同工走过去 他看到了 不管他走过去了 然后有个牧师灵的出现 就把他救起来 他们不是专门炸大楼的吗 他们不能救人 我告诉你 耶稣讲当时犹太人 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 他怎么 你怎么人 你什么人不选 你讲故事挑的撒玛利亚人 你不能挑他 他们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对于不信耶稣 说哎呀有个人在上海 这个地铁摔了一跤 然后这个上海市长经过也没有理他 我们邻居经过上海也不理他 然后来了一个日本人 把他救起来了 日本人 哎呀 你不说我还不生气 你怎么尽早 那个让我听了很 很心糟糟的这个人出来 你这是什么例子啊 我们多恨这个日本人啊 你不能讲一个 什么信耶稣的 信佛的 党员 这多好 这个皆大欢喜嘛 你怎么找个日本人来救他 不行 耶稣说 一个这样的人出现 而且那是第三个 他伸出援手来帮你 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伤处 荒郊野外哪来的油和酒啊 他身上带的 不论是他的粮食 或者是他带的急救包 给他活好 把他扶上自己的身口 他本来骑着的 现在他走路牵着那个身口 让这个快死的人 放在他的身口上面 然后带他到客店里面照顾他 这是今天的酒店 Motel 第二天 他也休息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要上路了 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 他是旅行经过的 他把两个银币 两个银币大概相当多少呢 当时两个月的客店的钱 他把两个月的和多少钱给他 给那个电东 因为他被打得半死 伤筋动骨要几天啊 他说如果不够 我回来再补 因为我现在去那边 我拜完事我要回来的 他是这样对这个人 不同族类 不同民族仇恨的 不同信仰的 耶稣说 你想 他会这个律法师啊 他讲完这个故事了 他说你想 这三个人 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的灵舍呢 你要注意啊 这边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律法师说 这个要怎么样承受有生 耶稣说要爱灵舍 好 那爱灵舍 那你要我爱是不是 好 你要我去做是不是 好 那我问你谁是我的灵舍 按照律法上来讲 耶稣应该告诉他说 这一圈人 犹太人就是你的灵舍 那律法师就可以说 我就是爱过他们了 我一直在爱这些人 在教会那些跟我谈的 来的我一直爱他们 他们就是我的灵舍 耶稣说不是他们 那个财主和拉撒路 拉撒路在地狱里面 在阴间里面受苦 财主 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在阴间受苦 然后他跟那个亚伯拉罕说 哎呀你救我吧 亚伯拉罕说不行 我们中间又申约 他说那你去救我的五个弟兄 他知道他还有五个弟兄 传福音先从我们家开始 如果今天我来这里 那我弟弟弟兄跟我过 一样的日子 多半他们一个一个来这里报到 我不要他们来这里受苦 你去跟我五个弟兄传福音 他蛮清楚他有五个弟兄 他不知道他有六个弟兄 他从来就不知道 拉撒路是他的弟兄 他从来不认为那个常常跟他一起来教会的那个人 一起在教会里面那个人是他的弟兄 所以当他问耶稣 耶稣说爱你的灵神 他说那谁是我的灵神 他在等待耶稣又在讲一个标准答案 他就说可以啦 结果耶稣讲完这个故事 他问他说 谁是被打伤的这个人的灵色 他没有问说谁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灵色 大家注意 他本来应该问说 那谁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灵色呢 因为我该爱谁嘛 那就只有撒玛利亚人爱他嘛 他说不是 他说谁是这个被打伤的 被在抢到手中的这个人的灵色 就是这个人被医治了 被救了 他的灵色是谁 他应该去爱谁 本来如果撒玛利亚人不出现 不救的话 律法师很容易回答 这三个人都不救 都走过去了 那祭司和另一位人是他的灵色 因为律法规定的 爱你自己的主人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一出现 就麻烦了 那按照耶稣 按照你这个故事 客观来讲的话 那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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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怜悯他的那个是他的灵色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人 你看这个律法师 他讨厌撒玛利亚人 讨厌一个地步 他都不愿意讲他 撒玛利亚这个字 放在嘴巴里面 有时候我们扶导一些婚姻的问题 那个太太都不叫先生的名字 那个人 那个人 有时候听不懂哪个人啊 那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又是 哦对对对 是他啊 他嘴巴就不能讲他的名字 一讲他里面就不舒服 都很讨厌自己听到他讲他的名字 这个律法师就是这样 他应该说 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他不是 他说 是那个怜悯他的 就那个 耶稣最后说 他说你去照样做 又是实践派 你看 但是这次他要怎么做呢 就是说 谁是被打伤的这个灵舍 就是这个被打伤的人 他要爱谁 他本来应当爱的是 祭司和立位人 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 从耶稣的情节里面 他要爱撒玛利亚 但是 在他爱撒玛利亚人以前 他本来不爱撒玛利亚人 我们怕黑人 我们讨厌日本人 他本来不爱撒玛利亚人 但是在他爱撒玛利亚人之前 撒玛利亚人先爱他 因为撒玛利亚人也不应该爱他 我们爱 我们爱 因为神 现爱 当我们 里面没有经历的时候 我们的爱是非常 肤浅 非常 也可以说简单 就是这样爱 那一次我感觉到爱我就爱了 我们对爱的认识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刚刚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爱神的时候 我们也盼望有这样的爱 我们觉得 这样的爱真好 还彼此要提醒一下 要责备一下 你有没有爱神叫做爱情人那样 你有办法 你连情人都爱 爱到现在这个样子 当初不是你要跟他结婚的吗 谁弄个枪把你放在这家 要举行婚礼啊 你还宁可离家出走 就是要跟他结婚 对不对 现在呢 爱成这样 我们对人的爱的认识就是我从里面有感觉出来 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有感觉 还要强迫自己有感觉 常常就是没感觉 但是我们嘴巴又讲标准答案 要有感觉 没感觉 没感觉 但是当我去翻圣经的时候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没有一个告诉我们是要有感觉 他告诉我们 文文我今天在这里有很多 他告诉我们爱是一个定义的事情 一个纯心的事情 一个纯心的事情